各位现在看到的是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炫会晤金正日的影像 这是朝韩历史上第二次首脑会晤 朝鲜方面赠送给韩国四吨名贵的松荣以表善意 代表金正日出席赠送一事的这位军人 在场的韩国人可能不会想到 他就是清瓦台事件的唯一逃脱者 被誉为朝鲜特种兵之王的朴戴京 20世纪60年代末 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 并在1968年达到顶峰 这年1月底朝鲜第124部队的31名特工 在夜幕和风雪的掩护下 悄悄穿过了军事分界线 准备刺杀韩国总统调正希 调戴京就是这31名特工之一 这支特工队原本由5组76人组成 清瓦台、美国大使馆、陆军总部、汉城监狱 以及负责防北事务的保安司第6分市 都在这5个小组的袭击范围之内 但出于种种原因 特工队最终缩编为31人 目标只针对清瓦台 他们计划斩首行动成功后 夺取军车一路开到问山 渡过临金江返回朝鲜 倘若无法夺取军车 则按原路返回 1月16日晚10点 金钟雄上尉率特工队 从黄海北到延山郡6号基地出发 渡过临金江顺利潜入韩国境内 19日晚 他们准备在经济到坡州市附近的三峰山上过夜 哪想到竟意外遭遇上山伐木的无视四兄弟 通常来说 无论哪个国家执行敌后特种行动 遇到的活口都必须处理掉 以防行踪暴露 可这些特工认为 他们也是穷苦的无产阶级 没必要下死手 反而送给他们一块手表作为礼物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让他们把家里的地址写了下来 并警告他们如果敢举报 小心秋后算账 无视四兄弟千恩万谢 结果下了山就直奔警察局 20日凌晨 韩国第25步兵师收到敌情警报 出动三个营开始搜山 但朝鲜特工的行进速度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韩国军方推算 朝鲜特工每人至少背负30公斤的物资 夜间走山路的时速不会超过4公里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这31名特工以10公里的时速机型军 沿着山脊一口气翻过了三丰山 老孤山 鹰武丰 北汉山和飞凤山 当韩国军队还在三丰山搜索时 他们已经突破第六军团 和首都防卫队购筑的数十层防御 于21日晚抵达了汉城市区 距青瓦台仅尺之遥 当晚9点多 朝鲜特工抵达张一门哨所 遇到第一次检查 但顺利通过 当然 这些少恰的韩国警员并非玩忽职守 因为他们确实惹不起这些人 原因很简单 31名朝鲜特工进入韩国之后 伪装成了反间谍部队人员 当时的反间谍部队 在韩国拥有生杀大权 独断专行 所以无人敢阻拦 但少恰警员有点不放心 把此事报告给了上级署长崔归子 声称有30多名反情报人员 正在向青瓦台方向前进 崔归子毕竟经验丰富 再加上自己管理的区域是敏感地区 于是率人驱车追赶 在青瓦台附近追上了他们 在盘问过程中 崔归子发现他们穿的鞋子有问题 因为韩国人很少穿这种鞋 他心生怀疑的同时 命令这群人出示证件 朝鲜特工以为身份暴露 恰在此时远处有两辆公交车朝他们驶来 朝鲜特工误以为是增援 立即开始兵投掷手机弹 谁归之当场死亡 枪声一响 驻守在附近的首都警卫司令部 第30大队立即前来经营 双方爆发激烈枪战 31名朝鲜特工当场就死了五颗 余下的特工分散逃离现场 后续的围剿战斗 共持续了10天 有20名美军 76名韩国军警 以及92名平民 在战斗中死伤 朝鲜特工队也几乎全军覆没 31人中有29人被击毙 两名幸存者中名叫金新潮的这位 被堵在一处死胡同里 主动放下武器向韩国军方投降 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像 就是金新潮被捕16小时之后 韩国陆军反情报部门 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影像 当时的金新潮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记者会 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话会被现场直播 所以他那一句 我是来取朴正熙狗头的 震惊了整个韩国社会 另一位幸存者 他就是视频开头的朴在京 据说他当时身负重伤 肠子留了一地 硬是塞回腹中 逃回了朝鲜 时间一晃过了32年 当朴在京以朝鲜官方的身份 再一次来到汉城时 金新潮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老战友 只不过此时两人的身份 早已是天差地别 清瓦台事件发生后 朴正熙气的简直要抓狂 他立即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意思是朝鲜特工都来取我脑袋了 你们还不动手吗 结果两天后就发生了普为部落号事件 美国最先进的间谍船 被朝鲜武力扣押 83名船员也被押到了平壤 整个美国为之震动 随后美国政府调集数百架战机 云集朝鲜半岛 似有大打出手之意 可武力恫吓这一招 对付其他国家也许好使 对付朝鲜完全不顶用 最终美国政府除了口头谴责之外 拿朝鲜毫无办法 最后完全接受了朝鲜方面提出的三类条件 而这艘间谍船至今仍停留在朝鲜原山岗 普为部落号事件发生后不久 北约在越南战场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 美国更没有闲工夫掺和朝鲜半岛这趟浑水 朴正熙只好放弃军队变成的计划 但他实在不甘心就此罢休 于是效仿朝鲜组建了一支赶死队 人数不多不少 也是31人 他们在仁川近海的石围岛上 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特训 时刻准备暗杀金正日 但1970年后 随着朝韩和解进程的加快 暗杀计划不得不搁置 赶死队员们不甘心 被当作垃圾一样处理 石围岛事件便因此爆发 按钮